第三个作业,这个我们的上课的作业,我想这个部分请作业,那还蛮多的,这开个头,就前面的,前面我们做过的Java的程式,请各位改写成JSP,都可以改,全部没有问题,全部都可以改,为什么?因为他们都一样,只是说一个run在local端,一个run在server端,同样都是JVM,都是Java东西, 那只是说,你们要注意的点不一样,怎么去传递,之前很容易传递嘛,你就是可能用什么,我们用之前,我有跟各位讲过,用那个JRChampaign里面,Input Dialog进来,然后现在的话是怎样,是要藉由网页做传递,所以这边的话怎么做,基本上,你就再加一个,我刚刚是写一个Sum, 上点JSP,那我程式其实基本上没有改动,就是把什么呢,把秀在console的,什么system,点preline,把它改成out.right,对不对,就到网页上,一个到console,一个到,那再来改变的部分就是说,我从哪边取的参数,那参数部分的话,我是借由什么,网页传过来,对,所以网页部分的话, 我们,其实我刚刚有点偷懒做了,其实我就把刚刚grifting的.htm,另存一下,对不对,然后另存一下,存成什么,存成什么,存成sum.htm就好了嘛,一个sum.htm,一个sum.jsp,一个表单,一个程式,对不对,然后呢,里面的话做哪些事情,就不知道action改成什么,改成sum.jsp,因为我现在丢给谁,丢给sum.jsp, action,对不对,一个是表单,一个是丢给哪一个jsp的网页,对不对, 然后用什么方式丢呢,用get的方式丢,然后后面名称也不改,我用data,反正丢过来那个名称一定要data,我就接到就是data,对不对,那预设值的话就是,本来是吴老师把它改成,改100,它run起来之后的话,这边里面预设值就100,对不对,然后把它3名过去的话,对由它来接,然后接到之后的话,因为要100,对不对,所以累积的话就5050,对不对,然后后面,因为我用get嘛,所以我可以把它直接改,改成200,对不对, 有没有,这边可以改,因为我们get嘛,然后2010,有没有,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,也可以把它改出来,所以基本上前面写的java程式,通通可以改写, 那这sores应该都有啦,所以就是之前你们都有写过嘛,那这个应该很快可以把它改一下,其他像我们之前有写过的像什么,就是什么表,你也可以,你就是什么表也可以做,反正就是直接弱起来,看到就是就是什么表,这个sample呢,每,就是以前教ASP,教PHP,教JSP都会,也都可以做出来,都一样,反正就是,就是你要把那个清单跑出来, 那这个部分是用货维圈,只是说里面,你要印到那个console上面的东西,要把它改成,印到我们的网页上面,所以这部分的话,各位可以思考一下,另外还有猜拳的CAI,那之前猜拳的话呢,就是012,就是看剪刀石头部,那不是他乱数跑一个数字跟我比对吗,那结果在秀到哪里,秀到网页上面,看谁赢了,也是这样改成,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表单,上面就请,请选择那个剪刀石头部的,然后0,如果传一个0过去嘛,他不是接收到,0的话是,假设是石头,那你就比对一下,看是影还是输,再把它输出,到画面上,应该了解我意思吧,所以基本上Java的程式,通通都可以改成JSP,不会有问题, 所以请各位试着先改一下,第一个好了,然后再来改什么,回圈,就是基偶数的,这个部分我讲应该很简单的,基数偶数,反正只是把那个step改一下,step2就可以了,那就是什么法表,猜拳,月份CAI,这个都可以改,OK,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着, 把刚刚的这个sum,先sum一个表单,这个表单我刚刚就是直接把规品另存一下就好了,应该这个把它另存一下,这样简单,另存新档改成什么,sum,有没有,然后改一些小地方,该改的地方改一改,然后再来后端的部分的话,接,接的话呢就是什么,把它转成什么, integer, 因为呢,我需要一个数字,所以request的东西过来之后的话,用integer.value,或者是点value把它转型,转型为cont,之后的话,那我就知道说,接收过来这个cont,应该要呢,应该要怎么去,怎么去跑,那把结果跑出来,给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试试看,我上的这个范例, 那个剪刀石头布,这个sample,主要是讲,改了几个小地方,那原来的东西,我本来,我本来之前用那个random物件,那random物件在这边的话,它预设没有预宅,所以我把它改为用max.random,也这样可以得到乱数,那乱数的话,max.random是0到1之间,小于1啦, 所以我用去整数,它最大到3嘛,这3,那最小一定是0,最大一定是2.999,那把什么,强制转型为整数之后,它就变成0到2啦,所以computer就乱数出了,然后我的0是石头,1是剪刀,2是布嘛,那一样嘛,这个前面的, 接收的部分的话,本来是用那个jrsham,用那个jrshampen丢给我,我就把它接到,对不对,那现在是透过什么,透过那个request,有没有,get 接收的parameter去接,那这个部分跟那个第一个范例一样,所以你其实就是把它那一串request, 接收request接收到,然后呢,再尝试转型为,把它转型为integer,给user,就是user出的权, 跟carpeter乱数出的权,比对一下,然后看看谁,谁赢,如果说先比对,如果平手的话,那就秀平手,那平手怎么秀出去呢,其实就是什么,out.right就好了,就是本来是秀在那个message dialog,就把它改成out.right,就输出了,所以基本上没有改几个地方啦,然后马上就可以把那个java变成JSP了,所以后面的话, 还有一个,可以给各位当类型,单字,月份单字也是ok,后面几个sample,请各位试着把它,从java改成JSP